据央视军事11月12日消息 在近日的一次采访中 解放军飞行员李哲回忆起 他和战友与外机缠斗的惊险时刻 据报道李哲来自海军航空兵毛旅 负责巡逻警戒卧东海防空识别区 在一次例行巡航中 李哲和战友正向南机动 突然发现有两架外机迅速抵近 这两架外机飞到40到50公里外的时候 马上做90度回转机动 此举意图非常明显 屏蔽我方雷达躲过我方搜寻 对此李哲与辽机当即立断 在云端迅速调整战术 用高度换取速度的优势 占据主动态势咬住对方 局势轻刻逆转 眼看解放军军机夺回主动权 外机无计可施 投放两次红外干扰弹后匆匆逃离 李哲和战友此次行动再次证明了 祖国空军的强大 赢得众多网友点赞 有网友感叹 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就不可能有个强大的祖国 有人民子力兵在 真是安全感满满 近年来 外军飞机时常抵近侦察中国东南沿海地区 解放军军机总会在第一时间捕获外军踪迹 火速升空将其拦截并驱离 据环球网消息 11月9日有台美称 美空军E8C疑似接近大陆领空 遭解放军空军以中英文广播驱离 解放军喊话内容为 我是中国空军 你已接近我领空影响飞行安全 立即离开 立即离开 否则将遭到拦截 感谢您的心情 张普专焰 心情 明天 员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